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前已經宣佈 說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如今他又再出招 今次針對的就是一些所謂香港製造的產品 講下去以前就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美國國土安全部今日發出一張通稿 裡面寫明說特朗普在7月14日簽署香港自治法 已經取消了美國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故此當局決定對於在香港生產的進口商品 必須標記為中國製造 不能夠再標記為香港製造 這項措施將會有45天過渡期 去到9月25日的時候 就要完全這樣執行 今次特朗普再出招 就很明顯地反映得出 他說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要將香港視為中國一個沿海城市 這句說話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而是步步地進逼 在較早之前 他已經推出了一大堆針對香港的措施 比如說要取消香港特區護照的優待 跟中國護照看齊等等 現在他又再出招了 把香港製造都要收皮了 接下來會是怎樣呢 有後續兩件事大家可以注意的 第一件事 之前就是甚囂塵上 經常說美國要取消香港的 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現在美國國土安全部都開到聲 叫你香港製造的商品 不要再貼Made in Hong Kong的標籤上去 要貼回Made in China的標籤 這樣似乎距離這個關稅看齊的日子 就是不遠了 否則要做這麼多的大動作 貪好玩嗎 他肯定做這一步就有他的意思 第二件事就是 現在美國搞這個措施 到底有沒有其他國家會跟隨呢 這裡所說的國家 特別是指那些 跟香港有經貿往來的 西方文明發達國家 不是說那些什麼非洲 拉丁美洲那些國家 那些國家 不跟隨沒有所謂 他跟不跟隨沒有問題 因為根本上對於香港沒有影響 問題就是那些西方文明國家 如果他跟美國一路 走去跟隨這個措施的時候 香港的出口貿易 基本上就是玩單 現在單是美國執行這個措施 對於香港有什麼實際的影響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的數據顯示 說去年香港製造的產品出口 美國佔了7.7% 大約總值是36億7千萬港幣 只是佔整體出口少於0.1% 好了 這個數字看起來就很少 但是這一堆產品 其實絕大部分 大家都知道 都不是香港本地來生產的 那些廠房其實是在大陸的樹 然後就運下來香港 稍作一些很細微的加工 然後就載上廠牌 就是Made in Hong Kong 那些東西 又或者是在一件產品上 連個Made in Hong Kong的貼紙 諸如此類 現在美國就不准玩這些東西了 連這個漏洞都要倒閉 首先最大影響的是什麼人呢 就是那些 連那條生產線都是完全設在香港的那些廠家 那些當然是無辜 但是那些是佔很少部分的 另一個大一點的部分是什麼人呢 就是廠家是香港人 但是那間廠設在大陸 當那件產品是做好以後 就運下來香港稍作蝦微的加工 再貼上那個產地的標籤上去 這些大陸有個名字叫做鐵牌工業 所以這些就是會最受影響的 雖然份額就是36點幾億而已 但是始終在目前經濟環境這麼差的情況下 它也是一個份額 它也是承載了一定的就業率 是不是 很多東西累積而成的 那個影響是 而且最大的影響都未必是這些形而上的東西 而是那種的心理作用 因為美國國土安全部說 它都不承認Made in Hong Kong 就當你是Made in China 其實就加強了很多投資者的心目中 就是 你香港真的變成了中國一個沿海城市的印象 將來這群人要投資的時候 那它還會不會 在亞太區裡面 香港還是它的首選呢 比如說它要在這個地區設立一個地區總部的時候 它還會不會選擇香港呢 還是會選擇了新加坡 選擇了東京或者台北等等呢 這些影響更大 這些是沒有辦法可以量化得到 或者是完全用一個算式計算出來的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 哎呀沒有影響的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你特區政府和廠商會 就不用出來鬼咬那麼口 我真的很不喜歡自欺欺人的 影響是有就沒有就沒有 不要說到影響其實很小而已 影響很小的時候 你不用理它 你滅持它就可以了 喂 很簡單而已 如果有一個太平洋的島國小國 又或者是非洲一個內陸的小國 它走去猛罵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理它呢 分分鐘它罵完你 十天之後你才看到消息 資訊又不流通又落後 是不是呀 那麼現在美國搞這棵東西 喂 為什麼這麼多人 是跑出來說 影響很小有限 有限你不用理它 不用回應它 浪費氣 一句已經搞定了 不用出聲明 多餘的 我們首先看看特區政府是怎樣回應 旁晚特區政府發了一篇聲明 就說美國有關的規定 除了是可能不符合世貿規定之外 亦都無助保障消費者利益 更會帶來混亂 損害各方包括美國自身利益 那為什麼會帶來混亂呢 Made in Hong Kong和Made in China 現在他說你不要搞Made in Hong Kong 全部Made in China 反而是共享中國人的榮耀 怎麼會引起混亂呢 從何說起 唉 真是 這些東西就是 此一時彼一時 你打算生產商品的時候 Made in Hong Kong 叫人愛國的時候 我們都是中國人 愚蠢 接著這個發言人就說 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之下 享有單獨關稅區的獨特地位 是根據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 並且獲得世貿等多邊組織的認可 並非個別國家施語或撤銷 當時他就是不承認你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當時他就是不承認 美國國土安全部就發了通告 那怎麼辦呢 那你咬他吃嗎 整天重重覆覆說那些黨八股 整天說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是根據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 那你講完之後 美國國土安全部就會被你嚇到嗎 被你帶到嗎 還是怎麼樣 講完之後 又是等同於沒有說過一樣 根本上你就是無計可施 你不如表達一種無奈的感覺更好 這個懶是企硬的 那你企硬又怎麼樣呢 好了 接著再講到 按美方的通告 新規定會在45天之後實施 港府會向美國當局了解和釐清 已決定進一步的行動 特區政府就說 如果有需要 就不排除根據世貿的規則採取行動 維護香港利益 真是好看 又說要採取行動嗎 即是怎樣呢 是不是在世貿的框架裏面撞告美國 哈哈哈哈 還是怎樣投訴他 還是怎樣呢 我們真是拭目以待 接著再看 香港中華廠商會發了一篇聲明 他們就說 香港製造是香港賴以志豪的軟實力 亦是質素和信心的保證 嘿 你這樣說 中國製造的是賴以志豪的軟實力 就是質素和信心的保證 你這樣說不是嗎 好了 接著他們還說 美國這項安排 或多或少會削弱了香港產品 在當地的獨特性和競爭力 香港的商人除了要更改包裝之外 亦都對簽罰產地來源正引起混亂 對廠商造成很大的不便 港商在無所適從之下 或者會暫停所有輸美產品 即是索性不做他生意 接著廠商會還認為 說美方這一連串制裁香港的行為是無理 漠視國際經貿基本原則 又指行為突顯出美方粗暴干預香港事務的本質 廠商會到此表示極度遺憾 廠商會還說 有關的安排對香港整體出口的直接影響有限 又說影響有限 如果真是影響那麼有限 用不著弄一篇聲明出來回應他 就當成為廢柴 還有 又說美國這樣做是粗暴干預香港事務 你這句說話到底是否百搭的 請問 他當時叫你說 Made in Hong Kong那些 不要貼了 貼Made in China 你要跟他做生意 你也要符合他的準則 正等同於Google或者Facebook 他們很想打入中國市場 但是他們也要符合得到大陸政府所設定的法律法規 以求是相關的條件才行 正正就是現在他們根本上答應不到 所以就打不到入中國市場 難道那些美國的企業又在大喊召喊 中國是在干預美國內政 都愚蠢 按照這個邏輯 人家可以不斷在這裡說 人家有沒有說 三句不買 又說粗暴干預內政 粗暴干預內部事務 哪有空干預你 根本上如果你對於自己的產品是有信心的話 你自己說到香港製造的產品是這麼優質 這麼有品質保證 索性不要賣給美國人 對於他來說是損失 他買不到我們優質的產品 是他拿石頭來搭自己的腳 我們那些好東西 可以賣給那些非洲的友邦 或者賣給那些拉丁美洲的國家 開拓一個新市場 好東西留給一些好人 你認為美國是壞的 沒有賣給他 何況你說份額這麼少 要不理會他 就當他臭四 這樣想是否會好過一些 反正都是要自欺欺人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